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线约73500名客户可能会遭遇停电 公共安全断电通常是由电力公司为降低火灾风险而采取的措施 他们会切断电力供应 特别是在干燥 风大和高火险的天气条件下 此轮圣安那风预计将于周二晚上开始吹过南加州 并持续到周四 震风预计将达到55英里每小时 湿度将降至8%到15% 国家气象局称风力预计将于周三深夜达到峰值 大风和湿度下降引发了火灾担忧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表示 大风和低湿度的结合 飞扬的碎片可能损坏电线和设备 引发火灾并有可能迅速蔓延并威胁社区 民众如需查看停电状态 可访问SoCal Edison网站 消息人士称 英国名校德威国际学校正在谈判出售该校的亚洲业务 其中包括在中国的九间分校占比最大 随着中国官方严打教培行业 收紧课程监管和经济放缓 数十所国际学校和民办学校面临关闭或整并 价值5700亿美元的中国教育产业陷入动荡 德威国际学校在中国市场营运18年 办学包括面向中国公民的双语学校 这些学校受监管变化的冲击最大 除了中国之外 德威还在新加坡和韩国设有学校 运营德威的一家国际教育集团向路透社表示 他们正在引入新的战略金融合作伙伴 也允许合作伙伴退出 这是计划中的在融资过程 与任何市场的监管变化无关 除了德威面对挑战之外 历史悠久的英国顶级私校哈罗中学 及威斯敏斯特工学在2021年退出中国市场 据英国文化协会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约有18万所民办教育机构 占中国所有教育机构的三分之一以上 学生人数达5560万人 然而过去两年以来 从幼儿园到中学 许多学校已经关闭或陷入停滞状态